全红蝉被逼为甘肃捐款十万 月薪被曝几亿万五 道德绑架太过分 这些天 越来越多的媒体爆出 全红蝉为甘肃捐款十万元 不过 此事还没有被官方确认 而全红蝉本人也没有回应 考虑到全红蝉本人的个性 即使捐款也不会回应什么 但这件事情发酵到现在 却有越来越多不好的声音出现 那就是对全红蝉道德绑架 一些幕后黑手和太多黑粉 靠舆论逼全红蝉捐款 全红蝉是一位中国跳水运动员 他因在奥运会等比赛中的出色表现 而受到广泛关注 然而 关于全红蝉为甘肃地震捐款十万元的消息 在网络上存在争议 网络黑势力对全红蝉施加道德压力 认为他作为公众人物和社会责任感的象征 应该为灾区捐款 而且 这些人对全红蝉的捐款行为表示疑虑 认为一个月薪一万五的小姑娘 可能没有能力捐款 甚至有人讨论全红蝉的家庭 是否真的有足够的经济能力 支持她的捐款行为 这件事实在太让人生气了 气就气在两头堵 如果全红蝉没捐 她就被道德绑架了 如果全红蝉捐了 却被这些人指指点点 那就更冤了 现在的问题是 全红蝉不可能回应 而按照全红蝉一家人善良的秉性 还真是有可能捐着十万元 可是全红蝉受到的迫害谁来偿还 很多人误以为 奥运冠军就该是百万富翁 千万富豪 其实全红蝉的收入 远没大家想得那么高 甚至和普通上班族没什么区别 全红蝉作为中国跳水队的明星运动员 她的收入来源主要有四个部分 基本工资 国家队训练津贴 比赛奖金 以及赞助商奖金 除此之外 并无更多收益来源 据媒体报道 根据体育总局的规定 全红蝉每个月除了固定的工资外 还会有额外的补贴 丰厚的补贴 再加上年底奖励的奖金 如今 全红蝉的年薪 交往年直接涨了三万元 这样下来 全红蝉作为拿到 国际级运动健将的运动员 每个月可以拿到1500元的补贴 一年下来可以拿到18000元左右 平均下来 全红蝉的月薪相当于15000 此外 全红蝉作为奥运冠军和亚运冠军 还有来自商业合作和代言等方面的收入